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聊一下暴读复杂的长条图 那在这个影片呢,你会学到两种比较特别的长条图 一种是双长条图,一种是堆叠的长条图哦 那我们会去应用这样的长条图去把里面的数据进行一些解题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双长条图 在双长条图里面呢,你就发现它是长条图 可是它在每一个横轴里面呢 你发现什么事情 它有两个长条 所以这个是所谓的双长条 这里有两个长条,这里有两个长条 那这个题目它是,这个图是在谈什么呢 它在谈的是,我们学过 要先看标题,四年级学生参加社团的情况的长条图 再来我们看横轴 横轴是不同的组别 纵轴呢,则是有多少的人 那跟一般的单一长条图来看 不同的地方是双长条图啊 它在每一个这个我们所谓的横轴上面的一个项目来说呢 它里面可能有两个不同的子项目 比如说,在这里很清楚的我们看见的就是男生跟女生 蓝色代表男生,这个红色代表女生 好,那我们稍微看一下目前呢 这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说 这个横轴啊,它记录什么 横轴记录的是组别 是社团的组别 那红轴呢,记录的是参与在那个社团里面的人数 OK 好,这个是最基本的,我们要先回答的 但是接下来 我们要进一步回答的事情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时候 男生参加哪类型社团的人最多 好,这个时候他问男生 我们就专心看男生 那男生哪类型的人最多 我们知道在长条图要看的东西就是 所谓的这个长短 所以比这三个,这三个里面 最多的,最长的是哪一个 就是这个啰 所以你就发现男生 哪一个类型的社团参与最多是体育 那他是没有问是多少人 如果有问多少人 同学你也答得出来哦 就是三十五人 对不对 这是你也回答得出来的 但他只有问哪个最多 所以就是体育 那我们再来看了一下 就是女生呢 女生的这个 就是参加哪类型的人最多 哪类型社团最多呢 我们就看一下女生是这三个 这时候这三个一笔最高的 看得很清楚是这里 这个是什么 是音乐 好 蛮有趣的 我们透过这个图呢 同时可以看到男生哪个参加比较多 女生参加哪个比较多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进一步的看一下 那哪个类型的社团 男生比女生还要多呢 这个就蛮有趣的了 这时候男生女生就要一起看 男生女生就要一起看 那我们就看一下 男生比女生多 也就是 这个蓝色 要比红色的长条还要长 所以呢 这个现在有比较长哦 体育呢 就是男生比女生多哦 美劳这边呢 也是蓝色比红色长 美劳这个也是男生比女生多 音乐呢 就是红色比蓝色长 那这个时候是怎么样 这个时候就是 音乐是女生比较多 所以哪个类型的社团 男生比女生多呢 那我们的回答也很清楚哦 就是体育 跟美劳 好 那这样子看这种双长条图 好 你有没有比较有一点点感觉了呢 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哦 那哪一类型的社团的男生和女生的人数 相差最少 最少就是最接近的意思 相差几人 那当然呢 你可以很认真的去用算的 就是把它算出来 比如说 我们就可以去算 哎 这边呢 是三十五个男生 这边是十个女生 所以呢 这中间相差 就是男生比女生多 二十五人 那又比如呢 呃 这边跟这边 就是女生三十人 男生十五人 所以相差就是女生多 男生十五人 好 那最后呢 哎 这边是二十五个男生 这边是二十个女生 所以相差五人 所以我们就知道什么 就是哎 这个五 是所谓相差最少的 这样子 那差五人 不过在我们真的细算之前呢 其实也有另外一种方法 如果你的眼睛够直接锐利的话 你就可以看两个那种长度最接近的 他就是相差最少 你就直接学美劳这一组 就可以直接去做计算咯 你也会算出对的答案 只是你需要有一点点信心 就是哎 他真的是相差最小的 啊 如果没有这个信心的话 全部都算出来 去选出 呃 这个这个 真的差最少的五人 也没有问题哦 所以哪个类型的社团的人数相差最少呢 答案是美劳 那相差几人呢 男生和女生相差五人 OK 那再看完了长这个所谓的这个双长条图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要来看另外一种长条图叫做堆叠长条图 嗯 不知道你自己感受一下跟刚刚前一个长条图有没有什么差别 然后他的关键差别就在于原本是放在旁边的 呃是所谓的这个双哦两个 那现在呢哎他叠上去了变成堆叠了你看也是一样有男生有女生 可是女生这条不是放在旁边呢是直接叠上去 那这个呢呃是另外一种的表达方式后那这样的长条图跟上面的长条图有什么样各自的好处呢 好我们其实可以来对照一下如果是双长条图就是刚刚上面的这种的时候他的好处是可以去做个别的 哦哦是不是个别的比较 但是如果今天是所谓的堆叠的时候呢 哎堆叠就合适去看什么总数你就比较容易把它加起来 因为这边就是男生加女生然后你就直接看这个数字哦这个是35好所以呢 啊六年级的这个啊班级全班人数是35人这个就比较容易可以看出来 所以堆叠型的长条图他的优势是在于可以看到总数 那我们往下来回答问题哦呃纵轴呢每一格表示多少人哎我们每次看长条图我们都回来先掌握一个基本功 就是他的标题是呃四年级各班哦四年级各班的男生女生人数的长条图哦 所以是是班不是年哦是班那所以四年一班四年二班四年三班四年四班四年五班跟四年六班那这个是他的主题 那他的横轴呢这横轴就是班纵轴呢就是人 那他问的是说纵轴每一格表达是多少人那我们就看这个一格好我们把它看清楚一点 一格是多少人好是两个人然后你看二四六八十所以一格是两人 那在一格是两人的时候呢我们来回答四年三班一共有多少人好四年三班我们先在横轴找到三四年三班然后问一共有多少人哎所以是男女生合在一起这个刚刚好就是堆叠长条图最合适的就是看总量哦他在三十四跟三十六的中间 所以就是什么就是三十五人OK那接下来呢他在问的问题是说那哪一班的总人数最少一共有多少人哎我们这样一看的时候啊就有趣咯就是哪一班的总人数是最少的呢就直接看整个两个堆叠起来长条哪一个最矮最低 那我们就很清楚看到最矮最低的是哪一个是这个嘛对不对哦这一班是哪一班这一班是四年一班然后呢他一共有多少人对过来看一下哦在三十跟三十二之间所以就是三十一人好那另外一个问题是说哪一班的总人数最多呢一共有多少人哎 那这个呢也不困难哦所谓不困难就是就是我们去看最高的但是比较有趣的事情是哎好像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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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个都一样高哎哦那所以呢总人数最多的班级好像不止一班哦好像是四年二班三班跟五班啊不是五班六班哦 四年六班四年六班人数是最多的那一共有多少人呢好一共有我们看一下对回来啊是三十五人 所以在刚刚的图中我们就学会了两个很重要的东西哦一个是双长条图另外一个是所谓的堆叠长条图 啊 啊